停摆12年的救国团 花莲县工商青年社会服务队 由新任会长黄敬发 以及近70位工商热血青年加入后 再度的出发 会长黄敬发表示 今年救国团花莲县团委会的总干事 林耀也就任之后 许多民众对于过去拥有辉煌历史的 公卿会竟然停止运作12年 在前后任公卿会会长等人的合力下 终于促成了公卿队再次的出发 停摆12年的救国团 花莲县工商青年社会服务队 在晚间有期会长黄敬发 近70位工商热血青年加入再度出发 今天总算我们成立大会 那所以说我今天是 抱持着一个喜悦和祝福的心情 另外还有一个感恩感谢和感激的心情 我也希望未来在我们静花修的带领之下 我们的东商青年社会服务队 能够多办一些关怀弱势家庭 还有这个办理所谓的这个青少年的急难 无助基金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这个身心灵的讲座 等等能够结合我们的地方政府 包括县政府还有施工所 尤其是我们的卫士党给我们很多社团 很多的精卫的挹注之下 我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社团能够经营的有声有色 能够重新出发之后能够让大家花目相看 和目无息 我想这才是我们未来 我们工青队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黄金发表是工青队长期与社会公益活动 投入社区关怀团队活动力强 且成员来自于各个领域 对花联县救国团扮演的活动都非常支持 花联五六年几生都参加过了天响活动的中心的公民训练活动 就是庆功队的大哥哥大姐们负责规划安排的 前县长吴郭栋任内举办的股市婚礼 前县长弦衫任内的跨年晚会等等 都是由工青队负责策办 花联救国团的工商青年队 青年社会服务队 已经在12年前暂时的修会 在林耀野总干事回到花联的时候 又激起了我们以前的回忆 也让大家认为我们服务队是应该要再重新出发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时代的演变 我们现在的服务方向跟以往还是会做调整 第一个我们会积极的参与所有的各项的社会活动 第二个我们会把志工队成立起来 让整个志工服务会更完整 第三个我们会邀请各学校的 今天像今天来参加的高中校长 我们会邀请高中的同学一起来参与 也让他们能够有学习的机会 这是我们工商青年服务队 这一次重新再出发的最重要的方向 而这次花联工青队重新出发 目前已经号召近70位工商界青少年朋友们 欢迎更多的志同大伙的乡亲们加入工青队 未来工青队将持续规划办理各项供应性 教育性服务性健康性活动 呈现起后既往开来 并且结合工青队的社会资源以及丰盘人力 为花联带来更多的供应活动 替社会注入软流 新生风险亦可照亮他人 记得继续观察不到